行车记录器拍下远警缤纷多路 预备停车围捕协犯时 突然间嫌犯竟开车冲撞远警 将一名警察直接撞进公车底下 刑销人员薄命维护资安不幸身亡 但由于因公殉职的标准模糊 导致不同抚恤结果 为了争取权益 国民党地委22号召开记者会 希望修改警察人员人事条例 施行细则 让抚恤标准明确化 以身来牺牲 为了完成任务 然后牺牲自己的这样子英勇的行为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让他可以真正达到 除了一般抚恤金以外 还可以加几到50%的那一部的抚恤金 他消亡海行 他的工作里面常常会遭遇到 不可预测的一个危险状况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他固定 更认同他们真的是为了公布保障人民生命 内政部表示经过多次协调会议已达成共识 将明确界定因公殉职的标准来修改警察人员 人事条例实行细则 第17条第二款相关规定 而消防人员和海巡也会一并使用 至于放宽抚恤认定标准 是否会造成政府的财政负担 林维中强调警政署统计 105年仅4名警销人员因公死亡 都可被认定拿到50%追加抚恤金 也有25% 10%等其他认定标准 不至于对财务有重大影响 但对于第一线出勤危险任务的警销人员 具有重要的鼓励作用 有些新闻喜顾巴扎 立法院采访报道